今天我們持續來關注北農的群聚風暴 現在全員快篩進入了第二天 又有一個人被篩出了陽性 所以從5月14號到現在 北農相關確診人數已經來到了54個人 那昨天的總篩檢人數是538人 其中有一個人快篩陽性 市長柯文哲他就表示了累積54例 其實看起來真的是蠻嚇人的 但是把時間軸拉開的話 每天大約就是新增1到2個人 而市場內的工作者呢 多達上萬人 轉換成百分比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所以不需要來製造恐慌 另外由於北農24號起要快篩陰性 才可以進入 所以市府也會增加每天的篩檢名額 希望可以提升快篩量能 同樣爆發群聚的呢 我們除了北農啊 還有市民的長照機構 現在連台北表演藝術中心的工地 也是爆發的群聚感染 經傳有40個人確診 但是誇張的是5月份的時候 其實呢就有人染疫了 但是都過了一個月之後 才被踢爆 那市員就痛批了 北市府根本是在蓋牌 驚爆出群聚感染後 市林夜市旁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只剩下零星的工人冒雨施工 5月中一名清潔人員傳出確診 但議員指控 每天這裡有200多人在施工 當時其他工地人員根本沒被即時狂裂 去安排所有400名的工人去做快篩加PCR檢測的時候 台北市民一無所知呢 市政府這不是在蓋牌 什麼才叫做蓋牌 卑疫第一位燃疫的外包情結人員 在5月20號確診 最後5月28號到6月14號 工地就全面暫停施工 快篩428名工程人員 竟然驗出有40人確診 但驚恐的是整起事件 臺北市民完全被猛在谷底 8號整個工地全面停工 全面普篩 然後居家隔離 所以都沒有跟外面接觸 通報一位清潔工 那麼有確診 馬上工地的四個標全部停工 這428位居家隔離 經過篩檢有40位PCR是陽性 指標型的北役中心 原定今年完工 明年正式營運 現在在報群聚感染停工後 市府三次大消毒 就怕砍不斷感染鏈 當不住新冠病毒 市林長照事件後 北役中心連環爆出群聚感染 消息押了一個月 市府第一時間不講清楚 恐怕只是讓市民活在恐懼之中 記者張照鵬 徐國豪 台北報導 但是台北市的疫情現在是不是還有未爆彈呢 除了剛講到了北農 還有市林的養護之家爆出群聚感染 現在台北車站的街友也傳出有人是陽性確診 那社會局就緊急對上百名的街友PCR採檢之後 台北車站的部分有8名街友確診 其中有3個人在醫院治療 另外5個人是入住了防疫旅館來隔離 那在萬華的孟甲公園則是有6個人確診 那其中有5個人是安置在防疫旅館 一個人住院隔離 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 許多的街友他們是因為四處遊蕩 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接受採檢 社會局調查就回報了全台北市 一共是有大約700名的街友 希望都能夠盡快的安排施打疫苗 好 那其他人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疫苗呢 有民眾就發現了政府的10類施打順序 從醫師人員一路這樣排到50歲以上的民眾 竟然是累積了1400萬人 那網友看到就很傻眼了 集全台50歲以上的人哪來的1400萬人 說根本就是有人一直在插隊 民眾就氣得大罵是騙子政府 尤其台北市現在還要安排遊民來優先施打疫苗 民眾就感嘆了 那我今天開始睡公園來得及嗎 到底什麼時候能打到疫苗 有民眾拿著政府名單用力一看 實類施打順序 從醫師人員一路排到50歲民眾 竟然已經累積1400萬人 網友看到傻眼 全台50歲以上的人哪來1400萬人 網友怒縫一直有人在插隊 前面不知道有多少位丁移民 自嘲我們只能在高端順位啦 民眾能插隊嗎 總統說輪到你再去打 但民眾大罵騙人 因為根本永遠輪不到 每到50歲排不到 沒特犬也打不到 想打疫苗的百姓 聽說台北市要讓遊民優先打 狂喊那明天開始睡公園來得及嗎 先搶紙箱啦 火車站怕睡滿了 不用等明天 今天換個衣服睡下去 民眾大嘆實在太可悲 日本歐美等國疫苗多到政府求你打 反觀台灣卻是疫苗少得可憐 讓民眾巴不得變成遊民和孕婦 趕快打疫苗 記者楊世旭曾經臺北創報導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 現在還有第三個國家要來贈送台灣疫苗 這個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的政府他們昨天是宣布了 將會捐贈台灣2萬劑的AZ疫苗 那根據外媒的報導 立陶宛的總理也就是 席莫尼特 他是特地在直播的政府會議上面 就宣布了指出 在回應台灣的請求之下 要來捐贈疫苗 預計是9月底以前就會配送底牌 但是根據了解立陶宛 他們送台灣疫苗 其實是可能有三個原因 分別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台灣去年曾經捐給他們10萬片的口罩 所以他們是要來表達他們的感謝 另外是什麼呢 我住拉脫維亞的辦事處的協助請求 好是不是我們去請求去拜託了呢 另外還有什麼呢 第三點就是說 立陶宛他們其實預計 今年底前將會在台灣來開設企業辦事處 所以他們當然也是希望台灣的疫情 可以趕快的趨緩下來 所以有可能是這三個原因 導致他們是來捐贈我們疫苗 但是不管怎樣呢 我們台灣人當然還是很感謝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他呢當然就是昨天誠摯的感謝呢 這個總理之外呢 以及立陶宛的政府 他還說立陶宛在維持疫情穩定之際 能夠對台灣及時的伸出援手 他是表達我國政府以及人民 深深的感謝 他就說呢 相信啊台灣的人民也深受感動 這份來自波羅的海的友誼彌族珍貴喔 所以呢他就是特別的感謝了立陶宛 另外我們的外交部 他們又出來講話喔 他們就指出啊 立陶宛的善心一舉就是有如雪中送炭 溫暖了台灣2300萬國人的心扉 還有指揮中心他們當然也要出來感謝一下嘛 他們就說謝謝這位距離台灣那麼遙遠的朋友 那代表了全台的人民 對立陶宛要來說一聲感謝 今天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立陶宛的外交部長呢 其實他也有發推文喔 他就表示能夠幫助台灣人來對抗新冠肺炎 他是覺得非常的自豪 所以非常的驕傲 他說熱愛自由的人們就應該要互相的關照 所以呢PO文一出 馬上啊台灣的網友趕快紛紛進來 趕快留言感謝他 甚至有人說什麼呢 說啊永遠記住這一份的善意喔 就是說永遠都會記住立陶宛他們的幫助 所以呢就可以看到台灣的人民 也都是相當的感謝立陶宛喔 但是呢我們要來看到資深媒體的陳輝文啊 他看在他的眼中他覺得什麼 他覺得小英政府是不是真的有點太誇張 你還要去拜託 真的就像是疫苗起概喔 那台灣會淪落成這樣數百位同胞染疫死亡 他就痛批蔡英文謀財害命 經過上海復興也無所謂 你的BNT疫苗如果我們去年就買了 如果我們去年就買了 我們現在疫情會是這樣子嗎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追究責任的這個邏輯 這個大方向一定要把握住 我對蔡總統的評論是這樣 他是謀財害命嘛 就是因為你當初就是在上海復興上面打賺嘛 剛剛永明姐也講的 你在那邊打賺你就是謀財害命啊 你300億買BNT疫苗就解決的事情 你要花8000億去紓困 蔡英文你浪費的錢 比陳水扁貪污的多很多倍啊 不得了 阿扁總統我開始懷念你的 真的 因為你A的都是迎頭小利 你跟吳淑貞就是目光如鬥 再怎麼樣就海角七億嘛 就收個什麼鑽戒什麼的 他就滿足了 你蔡總統你無能 你花8000億去紓困 要這樣我們有幾百萬人在放無薪假 而且他們沒辦法紓困了 對 至少是幾百萬人 已經放了一個多月無薪假 趕快買買 那你這個不是謀財害命是什麼 你害死了幾百條人命 你浪費了國庫幾千億 幾千億啊 你賠得起嗎你 你浪費我們幾千億 然後你A我們這個就可以買 你還跟他講對 我看了真的一頭要撞到螢幕上 你跟他講對我快昏倒了 那如果你可以透過上海復興買 你去年就可以買了 你去年為什麼不買呢 就這樣我還有一個部分要講 這個當然是救人第一的 蔡總統你應該去跟大陸恰勾BNT 你不能把責任推給郭台銘跟台積電 沒有人投票給他 拿到800多萬票還是你 蔡總統你連跟大陸談判的勇氣都沒有嗎 就買個疫苗啊 又不是叫你投降 又叫你買疫苗你不敢講嗎 台積電跟郭台銘有什麼義務幫我們買疫苗 他沒有這個義務啊 你看那兩個公司的股東都抗議啊 好幾十億立馬好了 你說買就買 哪有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蔡總統我給你幾個方法 第一個 陸委會 陸委會對國台辦 第二個 海基會去對海協會 第三個最簡單 紅石之會 你有三個會可以選擇 你不要逃避你總統的責任 不是要叫你去賣台 也不是叫你去賣水果 我們是去買賣疫苗 多少錢我們跟人家買 你既然繞不過去嘛 你浪費了九個月 你害死了這麼多人命了 所有的家屬說 鼓你疫苗杯被我們遵守啊 你現在法夾彎 又是我對蔡總統的要求 我的結論 蔡總統你需要一個 非常正式公開的道歉 承認你這九個月以來 你的誤國 你搞得我們亂七八糟 然後都弄起厲害 然後你現在一個華麗的轉身 陳時中開始轉彎 我們沒有要繞過代理商 我們尊重人家的代理權 你給我賺笑 那你這九個月在幹嘛 我把郭董跟台積電 我要把他踩死 請郭董跟台積電 拿原廠授權書 或原廠證明出來 你沒拿出來我就罵你 你當初不是逼人家要拿出來嗎 你當初不是逼人家 是陳時中蔡政府 你去逼人家的嘛 你現在要轉彎 你說轉彎就轉彎 哪有這回事情 你當初怎麼逼人家的 請你把政見 其實那些都不必要 只要蔡總統一個決定 他一年之間可以救很多人 但是蔡總統你不願意 所以我說你是魔才害命